哈喽大家好,我是庄野 欢迎您收看庄野杂谈加拿大系列节目 庄野杂谈加拿大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 介绍加拿大的文化脱口秀节目系列 每周日在YouTube、西瓜视频和B站同步播出 欢迎您订阅收看 今天咱们继续在温哥华溜达溜达 上集咱们把斯坦利公园给讲完了 今天咱们去哪看看呢 今天咱们来这 它的名字叫做Grandville Island 格兰维尔岛 格兰维尔岛 它的位置在这个地方 这个景点在温哥华的所有的旅游景点排名中 它的受欢迎程度仅次于斯坦利公园 这是一个什么地儿呢 其实这儿其实是一个曾经的工业区 后来被改造成了一个非常美丽的 什么艺术美食和美景 鱼一体的这么一个在温哥华市内非常值得一来的 这么一个休闲观光的好去处 不过您看它这个名字 Grandville Island 之前看过我讲温哥华历史的观众朋友们 估计注意到了 这个名字不就是在温哥华被叫成 Vancouver之前的那个小镇的名字吗 Grandville吗 没错 温哥华这个名字是在1886年 CPR铁路通车那年 这个Grandville小镇就被改名为温哥华了 但是它这个原来的名字 Grandville也没有被完全放弃 现在您要是在温哥华市区里面溜达的话 经常能看到这个名字 时不时的就在哪出现在您的面前 你看这个Grandville Island不就是其中一个吗 咱们把这个Grandville Island放大来看 你看它实际上是一个半岛 它前面面对的这个海湾 就是从这个英吉利湾一直延伸出来 到那个温哥华科学馆前面 你看它是一个没有出口的 这么一个狭长的小海湾 它的名字叫做Foss Creek Foss这个英文单词 估计您知道了 是错误的意思吗 这个Crick为什么叫这么奇怪的一个名字呢 它这个名字是这么来的 当时是在1856年到1863年 这期间英国的皇家海军就派人来温哥华这一带 来做这个水文测量 这个测量师傅到了英吉利湾这一带一看 英吉利湾的东边有一条宽阔的水道通往内陆 于是他就觉得这肯定是一条大河 沿河而上肯定是一条长长的溪流 溪流您知道了 Crick嘛 所以说这个溪流咱们就给它起个名字叫什么什么Crick 结果这帮人就沿着所谓的Crick往上走 还没走五公里就发现 这是一个死胡同了 压根不通 干脆它就是英吉利湾的一部分 于是测量员将错就错 用Foss Creek来纪念美丽的误会 但是Foss Creek要是想把它翻译成中文的话 那就得需要费点思量了 因为你要是把它按照中文的意思来翻 就是错误息 那这不好听啊 所以说咱们很多中文媒体就按照它的音译翻译成福息 祝福的福嘛 这听起来多吉利啊 不过在当年19世纪中期做这个水文测量的时候呢 它这个Foss Creek它的规模呢 远比今天您看到的这片水域啊大很多 后来呢 因为随着文革华的市区大发展嘛 这个Foss Creek周边的这些滩涂啊 都被政府给填海造地了啊 反正就是增加了不少陆地 而且这这片Foss Creek呢 它是在1986年呢 这片地区迎来了 它的人生高光时刻呀 什么呀 那就是1986年的世博会呀 之前您看过我 讲那个魁北克和蒙特利尔的视频 估计您知道啊 加拿大举办过1967年世博会 就是蒙特利尔举办的嘛 当年那个蒙特利尔六七世博会 是为了纪念加拿大成立100周年嘛 但是呢 估计屏幕前很多观众朋友们都不知道啊 加拿大它一共举办过两届世博会 一次是那个六七世博会 还有一次呢 就是这个温哥华举办的八六世博会 那问题来了 这个温哥华为什么要费心巴力 大张旗鼓的举办这么一届八六世博会呢 你忘了 它这个温哥华呀 它这个城市的成立时间就是1886年 你看1986年 这不就刚好100年嘛 所以说温哥华举办这个八六世博会呢 就是为了庆祝他们这个温哥华这个城市的百年诞辰嘛 这个八六世博会的主会场的地点 就在这个Falls Creek周边这一圈啊 当时举办世博会的时候啊 这一圈的地方那简直是花团锦簇 人来人往啊 一直到现在呢 您都可以在这个Falls Creek的周边地带呢 看到好几座啊 当初用于八六世博会的场馆 有人问了哪些场馆还留着呀 有这么几个啊 我给您数的数的啊 第一个就是现在您看到的这个温哥华科学馆啊 Science World 它就是当初八六世博会的中心会馆啊 就相当于整个世博会的Veditor Center啊 除了那个建筑 还有这个啊 就是这个上面顶着五个帆船的这个建筑啊 它现在的名字叫做Canada Place啊 加拿大广场 现在这个建筑是一座非常大型的综合型建筑啊 里面像什么写字楼啊 大型酒店的会议中心呢 全都在一起啊 都有啊 这个楼呢 它在八六世博会期间就是加拿大展馆的所在地 估计有不少眼尖的观众朋友们注意到了啊 你看 它这个加拿大馆在八六世博会期间 它的位置你看不在这个False Creek边上啊 它是单独的被挪到了交通更为便利的北边 这个温哥华港的出海口去了 所以说咱们可以从这一点看出来啊 当初温哥华建这个加拿大馆啊 它的目的可不只是简简单单的就盖这么一座临时建筑 回头展会完成之后就拆掉这么简单啊 没那么简单 这个馆呢 它本来就是憋着劲的 就是要建一个永久保存的 这不正好趁着温哥华举办这个世博会的大好机会 能够吸引不少这个国内外的投资嘛 就趁机盖这么一座又漂亮又拉风 又奢侈又实用的这么一个建筑 顺便提升一下整个的城市形象啊 所以说这个如意算盘打得是哗哗响啊 政府里面有高人啊 除了前面说的这两个世博会保留下来的建筑 还有啊这个也是啊 它的名字叫做BC Place啊 卑诗广场 这是什么呀 这其实就是一座大型的体育场啊 它是在1983年开放的啊 当初建这个体育场它的目的 其实就是为了八六世博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啊 直到今天呢 这个BC Place呢 也是在加拿大赫赫有名的著名体育场之一啊 你看那个举世瞩目的2010年的温哥华冬奥会 你看人家那个开幕式和闭幕式不都是在这举办的吗 除了前面三个咱们提到的八六世博会保留下来的建筑之外呢 最后还一个啊 就是这个 它的名字叫做Roundhouse Community Arts and Recreation Center 翻译过来就是咱们把后面那些零碎都去掉啊 Roundhouse就翻译成圆屋啊 方圆的圆房屋的屋啊 现在这堆建筑 它现在是一个艺术展厅和艺术中心 但是它不如咱们前面说的那三个建筑那么出名啊 不过呢 这个建筑比起前三个建筑来说呢 它却是历史感最厚重的这么一个建筑 它最初的历史其实可以一直追溯到1888年 它其实是那个CPR铁路通车之后呢 把它作为一个大型的蒸汽机车的这么一个车库来使用的啊 后来到了1950年的时候呢 它又被改成了一个柴油发动机的这个维修车间啊 再到后来呢 其实就CPR基本上就把它给荒废了啊 后来在这个八六世博会之前呢 文革华市政府原来打算把它给拆掉的 后来有不少本地的居民就不干了 你看这么古老的一个有历史感的古建筑 拆的不是浪费了吗 是吧 于是呢 政府一想啊 要不咱们就给它稍微改一改 就请了一些著名的设计师啊 把这个建筑给改成了一个 漂漂亮亮的这么一个主题馆啊 至于这个主题馆里面展示什么主题呢 其实就是展示这个圆形建筑这个这个风格 以及这个城市当年的这个工业化的历史 然后里面再放几个当年CPR用过的蒸汽机的火车头嘛 实际上就是把它当成一个小的博物馆来用的啊 也是非常成功的在温哥华市博会吸引了不少关注的目光啊 后来等这个市博会一结束呢 这可怜的小房子又被撂荒了啊 也就是偶尔用来拍拍电影什么的 当个外景地 也没什么太大的用处了 后来一直到了1993年呢 这呢就被决定改造成现在这么一个 以艺术为导向的这么一个一个展厅加上社区中心啊 当然说是改造其实也不便宜了啊 一共在里面耗资了大概900万加币呢 一直到1997年改造完成 这呢就被交给了那个温哥华的公务员管理委员会啊 就是现在您眼前看到的这座 看上去红不棱灯圆咕隆拐弯这个歪瓜裂枣的这么这么一座建筑啊 所以你哪来这么多形容词啊 开玩笑啊 不过我倒是建议您要是有兴趣的话 可以来这看一看啊 这个是他们的网站啊 您可以在这个网站上看一看 它里面到底都有些什么有意思的program啊 哦对了 它里面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展品啊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那个374号发动机啊 Engine 374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这其实就是那个1887年5月23日啊 进入温哥华的那么第一列客运列车 当时那个客运列车的蒸汽机车的车头啊 所以说特别具有历史意义啊 你要是进这个展厅摸一摸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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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ine 374 你就能够触碰到这个温哥华婴儿时期的这个历史脉络啊 到这来看一看这个东西有意义啊 关于860博会咱们就先说到这吧 跑题太长了 我前面说了这么半天 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交代一下这个Granville Island 它所前面所在的这个Force Creek地区 它的厚重的历史啊 接下来呢咱们就回归主题啊 继续讲这个Granville Island 你眼前的这座Granville Island呢 在这个Force Creek地区被大规模开发之前呢 它也是一个非常小的沙洲地貌啊 在很早很早之前呢 这个小沙洲就是本地原住民用来打鱼的地方啊 后来到了1915年 文德华市政府呢 就把这个小小的沙洲啊 用附近挖土机挖出来的土啊 给填成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半岛 当时也是填这个岛花了不少钱呢 大概是花了35万加币啊 当时填这个半岛它的目的 就是把它给规划成一个工业用地啊 就是给那个CPR铁路提供一些零配件维修啊 建一些工厂干这个事啊 当初这个岛的名字叫做工业岛 Industrial Island 不过等这个岛上方那个桥啊 在1954年竣工通车之后呢 你看它这个桥的名字不是叫做Granville Bridge吗 于是大桥下方的这个岛 就被按照桥的名字啊 就叫成Granville Island 不过呢 它这个名字虽然不叫工业岛了 但是它这个岛上呢依然还都是工业啊 全都是工厂啊 而且这些工厂呢都长一个样子啊 都是用那个瓦楞铁片做外墙的这些工厂啊 感觉就是这个穷搜搜破不愣登的 而且其中还有不少工厂呢 因为曾经施过火嘛都被烧了啊 不仅穷搜搜的还还破搜搜的 你看站着温哥华市中心这么寸土寸金的一块宝地 结果上面全都是破烂啊 说出来多让人笑话啊 所以说温哥华市政府看着也是一只头疼啊 后来一直到了1972年 这个岛的经营权呢 就被联邦政府给收回去了啊 转手呢就把这个岛交给了一个 加拿大的联邦级别的国企啊 哪个国企啊 就是加拿大抵押贷款和住房公司CMHC 我估计屏幕前住的加拿大的朋友们 应该都听说过这个公司啊 尤其是买了房子的啊 这个公司它的主要用处啊 或者说是主要业务啊 就是为加拿大的房地产市场 提供这个抵押贷款的流动性 另外呢也给那些贷款买房的购房者们 提供这个抵押贷款的保险啊 并且呢因为你看它是一个国有企业嘛 所以说它同时也要协助加拿大联邦政府 协助政府开发那个经济适用房之类的啊 同时呢它也做一些跟加拿大房地产市场相关的调查和分析报告 给联邦政府下一步做一些决策呢提供参考啊 咱们不是经常在一些媒体上看到一些什么 今年的加拿大房地产市场又同比增长多少多少 这些数字呢就是这个CMHC给出来的啊 就是这么一个国企啊 这个国企呢就是在1972年呢 把这个Granville Island它的经营权给拿到手了 然后呢对这个Granville Island的小岛的改造就算正式开始了 基本上就是从1973年开始啊 这个CMHC跟那个联邦政府合作啊 一共用了大概是9年的时间 在这个不大的小半岛上面一共投资了大概是2470万加币啊 直接的就把这个小岛送入了温哥华的顶级旅游区的这么一个位置啊 可以说让这个小岛是重获新生啊 所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工程 而且这个工程最应该感谢一个人谁呀 咱们换一个机位啊 那边我们邻居老罗呢又开始捡草了啊 这个嗡嗡嗡的把捡草机打开了 刚才咱们说哪了啊 这项可以堪称伟大的工程呢 这里面其实最应该感谢一个人呢 谁呀 他就是当时的加拿大联邦的城市事务部的部长 Ron Basford啊 就这位啊 你看这位长得跟我有点类似啊 就是稍微有点掉头发啊 当然了这个掉头发什么的聪明啊 正是这位先生呢力排众议啊 说服了当时的加拿大自由党的总理 谁呀就是那个小土豆他爹啊 老土豆啊就是那个皮埃尔特鲁多啊 在这个小岛上面投入巨款 把这个小岛从一个工业中心 改造成了一个旅游和艺术中心呢 有人可能好奇啊 这个Ron Basford先生 为什么这么上心来操办这件事呢 这是因为呀这个Ron Basford 他本人呢 他就是温哥华本地人呢 你看呢 他当年在那个联邦下议院的 他的选区就是这个Vancouver Berard 温哥华柏拉德选区嘛 所以说他就是温哥华人 他当然就更明白 温哥华这个城市的发展最需要什么啊 不过咱们前面说他就是温哥华人 这句话其实也是有点含糊 因为实际上他并不是出生在温哥华 他是生在那个马尼托巴省的省会 温尼派格 但是他是自从上了高中之后呢 因为他父亲去世了嘛 他妈妈呢就带他去温哥华了 于是呢又在温哥华后来成家立业 并且在这当成了联邦议员 并且进入了老特鲁多的这个内阁 担任首席要员呢 你看所有关于他的这些人生的重要节点 基本上都是发生在温哥华的 所以说他确实应该算是温哥华人 不过这里咱们需要稍微跑题一下 就是简单说一下这个人呢 为什么要专门提他呢 是因为啊目前在加拿大呢 您现在身边看到的很多啊 您已经习以为常的一些法规 都跟他有直接关系啊 您比如说了 您在加拿大看到的这些计量单位的这个用法啊 你看他跟美国是不是有一点不一样啊 美国那边呢用那个英制多一些啊 而加拿大反而用公制多 这就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啊 你看你像美国这么一个 跟英国名争暗斗了这么多年的一个 反贼出身的这么一个国家 结果呢 这美国使用的计量单位 基本上全都是英制啊 这就非常奇怪了 你看呢 在美国您要是给车加油的话 单位不都是用的加伦吗 对吧 虽说美国这个加伦跟传统的英制加伦 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但是这个不重要啊 至少人家名字是一样的 还有啊 你在那个美国的高速公路上 人家你看这个里程单位用的是Mile 量那个温度人家是用那个华氏度 量重量的人家用的是棒 都是英制啊 可是呢 在加拿大呢 这么一个跟英国宗主国关系这么密切 从来没有翻过脸的这么一个国家呢 但是人家加拿大的计量单位 却大部分都是使用的公制啊 你看 在加拿大加油 这个油站里面这个汽油 它的容积单位不就是升吗 在那个高速公路上 人家用的是公里啊 量温度呢 人家这边经常用摄氏度嘛 重量呢 哎 有人说你怎么含糊了 重量难道不是公斤吗 哎 不是啊 在加拿大呢 一般量重量的时候呢 一般还是用棒啊 你看 这也说明一个问题啊 在加拿大呀 并非是所有的度量领域完全转换成公制了 加拿大是公制和英制是混着用啊 公制呢 主要是用在这个容积里程和温度嘛 就是前面说的这个升公里和摄氏度嘛 而英制呢 主要是用在重量和这个长度方面啊 你看量长度 它还是用这个英尺和英寸嘛 feet和这个inch 而称重量的时候呢 目前还是用棒和盎司多一些啊 哎 说庄爷 你前面嘚嘚嘚嘚说了这么半天 这个计量单位的这个梗 你有什么用啊 有毛用啊 有用啊 因为咱们前面不是讲到这个 Rong Basford先生嘛 哎 加拿大这个公制的这个使用呢 跟他刮边 为什么 因为加拿大就是在1972年开始推行这个公制计量的啊 当时在老土豆内阁中 主管这件事的就是当时的消费者和企业事务部的部长 就是这位Rong Basford 哎 除了这些还有啊 后来你看加拿大在这个老特鲁多任内的这个1976年 废除了民法里面的所有的死刑啊 而且呢 在法律层面确认了男女同工同筹这么一个平等法案 哎 当时在这个土豆内阁中担任司法部长的也还是这位Rong Basford先生 所以说您看 这位这位Rong Basford先生啊 他对现代加拿大很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决策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另外呢 他对咱们华人其实也算是有很大的功劳啊 作为华人呢 我们应该感谢这个人 为什么啊 因为在他的帮助之下呢 温哥华市政府呢 否决了一项 准备在温哥华沿海地区修建高速公路的这么一个计划 为什么否定这个计划对华人有好处呢 因为他这个计划呀 原本是打算要摧毁温哥华市中心的两大地标啊 一个是煤气古镇Gastown 另外一个呢 就是唐人街啊 所以说这个计划要是通过了 这两个地方都会被夷为平地啊 所以说多亏了他的帮助啊 现在您在温哥华市中心一带呢 还是那么古色古香啊 还是那么堵车堵的一塌糊涂啊 我这不是批评啊 我是表扬啊 所以说您看啊 这位Rong Basford先生呢 对加拿大和温哥华来说呢 他的贡献可以说是大了去了啊 包括您眼前看到的这个美丽的小岛啊 Granville Island 你看这不是说了半天又说回来了吗 这个岛呢就是他一手捧红的啊 这个岛之所以能建成现在这么美丽的样子 还不就是因为他说服了当时的老特鲁多吗 所以说他是一手捧红了这个岛 因此他的名字就跟这个小岛永远的连在了一起啊 他自己呢有一个绰号叫做Mist Grandville Island 而这个小岛呢 在东南角的地方设了一个公园啊 这个公园的名字就叫做Rong Basford Park 你看这不就是为了纪念这位伟人 而用他的名字来命名这个公园的吗 Rong Basford啊 也希望您帮我记一下这个名字啊 有人说这个人现在还在吗 他已经去世了啊 他是在2005年的1月31日去世的 享年72岁也算是高寿啊 OK说完这位杰出的加拿大的政治家呢 咱们再回到这个小岛 咱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岛上有什么好玩的啊 简单来说吧 他这个小小的半岛其实是一个大型的艺术娱乐社区啊 有点类似咱们在北京看到的那个798艺术区 以及北京西边的那个新开发的那个首钢园啊 很类似啊 都是从旧日的这个工业园区改造成这么一个艺术社区这么一个路数啊 给人感觉就是这么一位这个粗胳膊大屁股的这个浑身肌肉的这个壮汉啊 愣是给苗眉画木涂上胭脂口红啊 赞歌给大爷唱个曲儿听 就这么一个这个强烈的反差啊 其实这个Grandville Island也是一样啊 它之前是工业园区嘛 那上面全都是什么钢筋水泥瓦楞板啊 这种跟艺术是八杆子打不着的这么一些元素啊 结果呢生生的跟艺术绑定起来了啊 于是您就看吧 在一片怀旧落寞的工业文化的这个缝隙之中 点亮一盏文化的灯啊 在缝隙中在钢铁缝隙中透露出这么一种艺术气息 这么一个路子啊 当然我就是瞎说啊 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嘛 关于艺术欣赏这事儿呢 这种事儿其实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 有些东西您觉得是超级美丽超级文艺范儿啊 可能在别人眼里也就是破烂一堆啊 所以说去哪说理去啊 不过这个Granville Island的这个小岛的 它的整体的艺术设计倒是在主流艺术界呢 获得了大多数艺术从业者的广泛好评啊 为什么 因为这个岛啊它从一开始进行一开始改造的时候呢 它的艺术起点就很高 因为当时啊在1980年这个小岛的改造刚开始的时候呢 有一个专门研究艺术的大学把校职给搬到这个岛上了 从而呢把这个把这个岛当成了一个实验场啊 这个大学的名字呢 估计屏幕前有人知道这个大学啊 它的名字叫做艾米利卡尔艺术与设计大学ECU啊 不过这个ECU是现在的名字啊 当年他们1980年他们搬过来的时候呢 这个学校只是一个省级的大专院校啊 一直到2008年才被BC省的议会认定成为一所完整的大学啊 这才改成现在的名字ECU啊 至于这个省议会为什么迟迟不给它正式的名分呢 不给它University的名分呢 其实就是因为它这个学校太小了 而且专业也比较局限呢 学校里面也就只有一些跟艺术类相关的专业啊 不过这个学校你可别小看它呀 它的历史非常悠久啊 它的前身是成立于1925年的那个温哥华艺术学院 所以说它的历史是够的啊 只不过是因为它里面这个教学门类比较少 因此说它发展比较慢啊 其实啊直到今天呢 很多人也还是不太知道这个学校啊 但是您可千万不要因为它不出名而小看它呀 它是目前为止在加拿大全国范围内啊 仅有的四所艺术类大学之一 可以说是加拿大在艺术和设计专业方面的顶尖大学啊 另外呢在世界大学QS排名中呢 在艺术类这个专业中呢 它排名世界第30啊 可以说相当高了啊 所以说你看 有这么一个高水平的艺术院校 长期以来驻扎在这个Granville Island的小岛之上 这其实对这个小岛的艺术品位啊 这个品位的提升啊 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决定作用啊 不过呢 现在你要是到这个岛上玩的话呢 应该已经看不到这个大学了 为什么 因为在2017年的9月份的时候呢 他们学校已经从Granville Island的这个小岛上搬家搬走了 搬哪去了 搬到这了啊 哎 你看啊 它这个新场地呢 之前呢也是一家大型工业企业的这个工厂用地 又是一个改造工厂的活啊 他们愿意接这个活 至于学校为什么要搬家呢 其实道理很明显的 因为它这个岛呢 毕竟空间有限嘛 这个学校要发展的话 在盖楼的话就没空地了啊 而且它这个岛的位置是在寸土寸金的这个温哥华的市中心地区嘛 这个租金肯定也是水涨船高啊 所以说他们搬家也是一个必然会发生的事啊 不过呢 他们学校搬不搬家 其实已经对这个Granville Island的影响不大了 因为这个小岛现在的艺术氛围基本上已经定型了 而且他们学校搬走之后呢 也可以腾出更多的空位子来 能够吸引更多的商家来入住啊 目前呢 这个岛上一共有300家左右的各种特色的这个商店和摊位啊 其中最出名的就是这个啊 就是这个岛上最大的商场 它的名字呢 叫做Granville Island Public Market 格兰维尔岛公共市场啊 它这个市场其实你一进去就会发现呢 它有点像那个多伦多市中心那个特别著名的 Saint Lawrence Market 以及那个国泰华那边不是还有一个 Buy World Market嘛 都很像啊 而且建筑面积也差不多 非常有特色啊 非常有加拿大特色 其实就是您进去之后就会发现呢 其实里面就是好吃的东西特别多 您要是嘴馋的话 特别喜欢吃的话呢 进这些这个市场里面呢 能够看到很多啊 本地的特色美食啊 除了这个Public Market之外呢 这个岛上还有一个Granville酿酒公司 其实就是一个啤酒公司的总部啊 在这个岛上 这个咱们就不说了 其实也没什么可说的 要是喜欢喝啤酒的话呢 可以进去品尝一下啊 如果喜欢的话买两瓶啊 除了前面说到的这两个商家之外呢 还有一个啊 就是这个Netloft工艺品市场 这也是一个打卡必到的好地方啊 这呢您能够买到很多很多的工艺品啊 您要是家里买了一个新房子的话呢 可以到这来讨换一些好玩的东西啊 接下来呢 哎呀这样吧 我也别一个一个说了啊 你看这个岛上三百多家商家呢 我一个一个的说 那我得说到猴年去啊 我简单说一下啊 这么说啊 这个岛上的任何一个角落 其实都值得您去探访一下 您完全可以把这个岛看成一个 一个巨大的露天的这么一个帽啊 这里面有什么农贸市场啊 海鲜卖场啊 另外您家里要是有船的话呢 你船要是坏了的话呢 也可以到这来修船嘛 因为它旁边有很多码头嘛 还有啊 除了这些 你看还有什么餐厅啊 咖啡厅啊 什么戏院啊 画廊啊 珠宝首饰啊 艺术品商店啊 艺术工作室啊 乐器商店 美术品商店呢 你比如说您要是喜欢画画的话 喜欢这个吹拉弹唱 哎 这里什么都有啊 什么家伙事都有 什么画笔啊 油彩啊 什么什么乐器啊 哎 你比如说咱们上集提到的那个非洲谷 Jamby Drum嘛 哎 这就有卖的 买一个回去练练 就是说呀 呃 您只要觉得自己身上有那么一点艺术气息啊 您就可以来这儿瞧一瞧 找一找创意什么的 啊当然了 像我这样没什么创意的图老帽也可以来逛一逛啊 逛完了之后呢 再溜达溜达 在这个遍布全岛的什么餐厅啊 酒吧呀 咖啡厅啊 坐一坐啊 小酌一杯 小吃一顿饭 是吧 你要是不吃饭的话呢 也可以在街边的长椅上呢 小坐片刻啊 欣赏一下这个街边的这个卖艺的这个艺人们呢 表演的这个特色的街头表演秀啊 所以说这个岛上其实可玩的东西特别多啊 而且呢 这个岛其实是一个合家欢的好去处啊 大人和小孩们呢 都能够在岛上找到适合自己的游乐项目 尤其是这个孩子们啊 你看他这个岛上有很多儿童商店和这个儿童游乐园呢 以及可以让孩子们玩水的这个water park 哦 对了这个岛上还有一个哨巴店啊 有人说哨巴店有什么好说的 哎 那不是普通哨巴 那是他们哈利波特魔法学院的哨巴 回头呢 您到这儿来给孩子们买一款 跟哈利波特同款的这个魔法哨子 那多拉风啊 有人说庄爷爷 要不然你还是给我们来一个攻略吧 把那些应该值得去的这个商店呢 都给我们画出来啊 哎 饶了我吧 这个岛上呢 多如牛毛的各种商店的摊位呢 300多家呢 我拉去哪个其实都不合适啊 其实呢 这样啊 您来这个小岛玩 其实真的不需要什么攻略啊 因为这个小岛不大啊 你沿着这个岛的这个主路绕行一圈 它也不过是区区一公里啊 您呢 就简简单单的用腿 把这个小岛全部量一遍 也就花个两到三个小时也就全部溜达完了啊 要不这样 您呢 只要是看到商店 您就进去体验一下 看到公园呢 您就进去转一圈啊 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啊 绝对错不了 你看这个小岛周围的风光也很好看呢 你想啊 它所在的位置是Falls Creek啊 这可是曾经的八六世博会的举办地啊 那风光能错得了吗 而且呢 你看那个看风景的同时呢 您可以顺便再看一看周围的这个游船和码头啊 哦 对了 它这个岛上啊 有好多这个游船公司啊 这些游船公司呢 可以带您出海捕鱼 是吧 出海看鲸鱼 您要是有船证的话呢 也可以自己租船 自己开船出去玩啊 不过您要是懒得自己开船的话 您也可以找那个游船公司啊 带您就出海观光 是吧 很多玩法了啊 对了啊 这里还有一个特别值得推荐的 就是这个water bike 这么一个东西啊 水上自行车啊 长这个样啊 我倒是建议您可以租一个 不过这个水上自行车 它不能出海啊 您只能在这个Falls Creek里面兜一圈啊 不过也是挺好玩的 值得一试啊 刚才我说 在这个岛上腿着走一遍呢 估计有人不喜欢呢 感觉这个这个方式有点随机啊 感觉有种无地方使的感觉啊 最好能有个地图不就好了吗 是吧 您可算说着了呀 地图肯定是有啊 您呢 可以来他们这个Granville Island的官网 在官网的右上角的这个search栏里面呢 您敲入map 然后呢 往下一轱辘 在这个下方的中间位置呢 找到这个pdf格式的地图 您呢 下载一份打印出来 然后把您想去的地方呢 在这个图上标出来 照着这个走就行了 对了啊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啊 关于来这个岛收不收门票的问题啊 这个岛是完全免费的 但是它停车不免费 不过虽说停车不免费了 不过也有这个免费停车的时段啊 只不过这个时段不是太好啊 不过您不用担心这个停车收费问题啊 即使是在收费的时段呢 它的停车费其实也不贵啊 在夏天旅游旺季的时候呢 这个停车价格呢 也得具体看您是哪天来啊 要是非周末的话 停一天的话是21加币 要是周末的话呢 一天是28加币啊 具体的信息呢 您可以同样在他们官网 右上角的search栏里面呢 敲入parking 然后呢 这个第一个出来的结果就是啊 您自己可以点击去看一看啊 不过呢 善意的提醒一下啊 虽说这个岛上呢 它停车场很多啊 但是呢 我建议您周末的时候来呢 最好是早点来 因为它这个停车位其实也是有限的啊 是先到先得啊 另外还有一个挺重要的信息啊 就是这个岛上呢 它有一个农贸集市啊 它的名字叫做 Granville Island Farmers Market 这个集市呢 它不是永久性的开门啊 它只是在每年的6月份到9月份之间 而且是每周四啊 时间是上午11点到下午4点 这期间开门 开门的时候呢 这附近的农民们呢 过来卖他们自己种植的一些新鲜的农产品啊 所以说嘛 我倒是建议您呢 最好挑一个周四过来啊 既不用花那个高的停车费 也不需要跟大家伙抢那个停车位啊 而且呢 还能有一个额外的惊喜啊 到这个农贸集市里面 挑一些非常新鲜和organic的 这个生鲜食品和这个农作物啊 OK 今天呢 咱们把这个大温地区排名第二的旅游景点 Grandville Island 咱们今天讲的差不多了 如果您要是觉得我哪还没有讲透 或者说是哪讲错了呢 欢迎您在视频下方的这个评论区给我留言啊 感谢您的支持啊 OK 如果您要是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您动一动小手指帮我点个赞呢 如果您要是能订阅我的频道 或者是帮我推荐给您身边的朋友 那就更好了 终于呢 在这里感谢您的支持啊 得嘞 咱们下次再见